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市场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画作的夜市摊 艺术市场的地摊文化 二,画框的时光胶囊 封存市场的记忆碎片 三,画笔的魔术师 市场里的色彩变形术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画作的夜市摊 艺术市场的地摊文化 各位艺术爱好者 收藏家,以及偶然迷路闯进这里的 夜市美食寻宝者 欢迎来到我们的画作的夜市摊 艺术市场的地摊文化特别讲座 今晚,我们将一起探索那些 不在高冷画廊里 而是在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是 集中交易的艺术品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达文西的 蒙诺丽莎不是在罗夫宫里 而是在一个白满各式各样摊位的 夜市里出售 那会是什么情景? 你可能会听到摊贩大喊 来来来,看过来 这位神秘微笑的女士 只要你出得起价 她的微笑就属于你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但她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 艺术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被展示和销售的环境 现在,让我们正经起来 艺术市场的低摊文化 其实是指那些再非正式场合 如街头艺术市集 旅游景点附近 或是网上平台上出售的艺术品 这些地方的艺术品 往往更加亲民 价格也更加接地气 这里的艺术家 可能是未被发掘的新兴 也可能是那些 选择远离主流艺术圈的 独立创作者 这种市场有其独特的魅力 首先,她打破了 传统艺术市场的门槛 让普通大众也能够接触 和购买艺术品 其次,她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 直接与观众交流的平台 这种互动 往往能够激发出 更多的创意火花 最后,这种市场的竞争机制 也更加自由 艺术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们的作品是否能够打动人心 而不是他们是否能够进入 某个高端画廊 当然,这里的交易也充满了冒险 你可能会发现一幅 未来价值连城的原创作品 也可能会买到一幅 连装饰墙壁都不够格的印刷品 但这就是夜市摊位的魅力所在 每一次购买都像是一场 小小的宝藏狩猎 在这个艺术的夜市里 每个人都可以是收藏家 每一次闲逛 都可能让你预现意想不到的惊喜 所以,下次当你路过那些 摆满画作的摊位时 不妨停下脚步 仔细观赏一番 谁知道呢 也许你就是下一个 发现艺术界新兴的信任 最后 记得艺术品的价值 不仅在于它的价格标签 更在于它能够给你的生活 带来多少愉悦和灵感 在这个意义上 每一个夜市摊位 都有可能是你的私人博物馆 祝各位在艺术的夜市中旅行愉快 也许下一次的夜市特卖 你就会带回家一件无价之宝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框的时光胶囊 封存市场的记忆碎片 各位听众 学生 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 非常有趣的话题 画框的时光胶囊 封存市场的记忆碎片 这个主题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是 艺术与经济学的奇妙混合体 其实 这正是我们 今天要探讨的精彩所在 首先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一个时光胶囊 你会放些什么进去 是你的日记 照片 还是你的比特币秘样 笑 但在艺术市场里 画框本身就像是一个时光胶囊 它封存了一段特定时期的艺术风格 社会氛围 甚至是经济状况 想想看 在文艺复兴时期 画框是如何精致的雕刻 反映了当时对于艺术的重视 和对细节的追求 而在大萧条时期 画框可能变得更为简洁 功能性 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压力 也是因为艺术风格的转变 画框 就这样默默记录了每一个时代的印记 但画框不仅仅是艺术的一部分 它还是是场记忆的碎片 每一次画作的买卖 都可能伴随住画框的更换 有时候 一个画框的背后 可能隐藏住一段轰轰烈烈的投资故事 比如说 某位收藏家 为了一幅画作不惜重金 但最终因为市场波动 而导致巨大损失 这幅画的画框 就像是那段投资历史的见证 有趣的是 有时候画框的价值 甚至超过了画作本身 想象一下 一个来自17世纪的金箔画框 它的工艺和历史价值 可能远远超出了 它所矿筑的画作 这就像是你买了一个古董手表 结果发现手表带比手表 还值钱一样 笑 当然 画框也有它的小八卦 比如说 有些画框可能就是 艺术家的秘密仓库 有的艺术家会在画框里藏信 有的甚至会藏钱 这些画框 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神秘空间 等待着有心人 来发掘它们的秘密 总之 画框不仅是艺术的装饰 它也是历史的容器 市场的见证 甚至是艺术家 个人故事的藏匿处 下次当你在艺术馆或拍卖会上 看到一幅画作时 不妨多留意一下它的画框 说不定你会发现一段被封存的 令人惊喜的历史故事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笔的魔术师 市场里的色彩变形术 各位听众 学生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画笔的魔术师 市场里的色彩变形术 这个话题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是在讲一个中世纪的巫师故事 但事实上 我们要谈的是 那些在艺术市场上 用他们的画笔 创造奇迹的艺术家们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这些魔术师的工具 画笔 画笔可不仅仅是一个木棒 上套了些动物毛而已 它是艺术家表达灵魂的媒介 是他们施展色彩魔法的魔障 当一位艺术家拿起画笔 他们就像是开启了一扇 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那里有无限的可能性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魔术师 是如何在市场里施展他们的变形术 想象一下 一幅画作就像是一个平凡无奇的铁块 而艺术家就是那位能够将这块铁链成黄金的链金术士 他们用色彩 线条和形状 将平淡无奇的画布变成了价值连成的艺术品 这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变化 更是价值上的蜕变 举个例子 有位名叫巴斯奇亚 张Michelle Bosquiat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最初只是在纽约街头的涂鸦 但现在呢 他的画作在拍卖市场上的价格 可以高大数千万美元 这位画笔魔术师 用他的创造力将街头的涂鸦 变成了全球艺术 收藏家真相抢购的真品 还有 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位大名鼎鼎的荷兰画家 文森特·范高 Vincent Van Gogh 他生前几乎一文不明 但他的画作 《星夜》如今却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 最受喜爱的艺术品之一 这位魔术师用他的画笔 在画布上 施展了一场星光璀璨的夜空幻想 而这幅画现在的价值 足以让任何一位当代的金融魔术师 都自愧不如 当然 这些变形书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掌握的 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技巧 更需要艺术家的独特视角 情感投入和对美的追求 这些魔术师们 他们不仅仅是在画布上作画 他们是在与整个世界对话 用色彩和画笔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情感 所以 下次当你在艺术市场上 看到一幅价格不菲的画作时 不妨想想那位艺术家 是如何用他们的画笔魔术 将一块普通的画布 变成了一个让人惊叹的艺术世界 这就是画笔的魔术师们 在市场里施展的色彩变形术 一众将频繁变成非凡的神奇力量 最后 我想对大家说 艺术市场的地摊文化 画矿的时光胶囊和画笔的魔术师 它们其实都是艺术世界的一部分 一种让我们能够更亲近艺术的方式 无论是在夜市摊位上的交易 还是在市场上的投资 艺术品都有着无穷的魅力和价值 而作为观众和收藏家 我们也可以参与其中 发掘一些隐藏的宝藏 获得无穷的乐趣和启发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曾经在地摊上发现了一幅 令你心动的艺术品 你是否曾经看到过一个画矿 它让你觉得它的价值远超过了里面的画作 你是否曾经被一位画笔魔术师的作品深深打动 请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的想法和经历吧 让我们一起探索艺术的魅力 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艺术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